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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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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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冠军 年少成名 真的是势不可挡了有点 包括他的步伐 整个的技术非常全面 对 太快了太快了 刚刚布莱德的其实他的推率也很高 你看他这个习惯真的很好 打完一拳之后 往对手左边转 转一半然后再接一个低扫 这样可能会让帕西红很多适应 这种泰国选手啊 遇见这样的对手并不多 对 注意啊注意这个帕西红的吸法 但是这个泰国选手一个特点 单击的力道又非常足 对 泰国选手有的时候就是用一发炮弹换一千发子弹 对 哦呦 东西 伊利亚斯也要注意这种冷的动作啊 这个两人技术都很好能够单手在缠爆的时候 一个人替低扫另外一个人上锡 对 对 这场赛前我们刚刚说我们再 对 这个是吃了伊利亚斯的一个吸法呀 伊利亚斯可是在之前有一堆的组合拳 当他注意力在防两侧的边线拳法的时候中线一个吸上头 变化很多啊 注意了 这么近距离的还有转身后登 哦 伊利亚斯还是 太厉害了 这个选手太厉害了 这球有的时候 确实是 祖师也赏饭吃了 真的是 身体条件啊 反应啊 神经条件啊 对 情商智商对拳赛理解对规则的理解等等等等一切要求非常高对 果然啊因为刚才说到一半就赛前的时候跟张的时候我们在聊就是帕杰特能可能会被逼到一直在打这种 中间距离的这种内围啊对果然确实是 因为如果他真是打中远距离的话伊利亚斯这种杰作他是没办法去掌控的 是 他在出动作的时候像伊利亚斯这种选手根本就不会用身体去打他一般都会撤出来啊 用移动的方式就跟你合适的距离 对伊利亚斯刚才是误解了我们的倒计时的10秒是 可能是不一样的 好 刚刚帕杰特的 斩鼓位置也要被打开了 现在帕杰特能没有太多的解决办法只能去打中间距离的那位对对对 我们看一下 哎呦你看 边线拳法上头中间一有空 直接中线上头 刚才帕杰特能拳鼓的位置就是被顶开的 这个技术是太细致了 而且我觉得伊利亚斯的震弹很好啊 对对对 在在支撑脚没有起跳的情况下就是这么近的距离能起那么高的西马 啊这个你看他会意识到这个泰国杰特的本能 打两侧的小勾拳他会把追递往两侧分散 对 真的是太细致了太细致了 而且呢这种技术还有一个特点就得有一定的身高差距还能打出来还不如所有人都能用 对对 在 一直在说帕杰特能的单击质量高啊 对 哦呦 哎呦 这个已经连续的这七八个组合动作对 其实 如果单讲单个动作质量 不来得也不差 也不差 他也不差 他身体的状态 上半身的维度比较大 嗯他就是在这种 哦呦 啊 对 呃 伊利亚斯一直往自己的左侧移动 就是为了让派记手能在这种 位置 哎呦又是一个后手前又是激动 后手 facial果啊 对 就是为了让派记手能更难受 后群 两人其实我觉得最大的差距在于技术储备的多少 嗯 对 莱特身上东西太多了 对 而且他每一项东西都是非常有用的 对 像帕奇特现在几乎是没有太多 哎呦 顶息 要是一个高息 谈爆的时候一分开瞬间息就上去了 对 他奇特现在已经有点 整个的状态其实是从下降状态 而且他现在节奏已经乱了 对 这个不是他喜欢的节奏 哦 这个布莱德打得太精细了 对 这个几乎浑身掌眼的一个选手太精细了 真的是 我觉得他比二郎神的眼睛还多 对对对 太精细了 直到对付专校 就是这个我们是不怕的 有点 啊 我抓紧啊 这个帕奇特人要一定要把握好 对方体育上出现稍微有一点问题的时候 把握好这个机会 对 对 对 我觉得现在帕奇特人只是 呃 正向了这泰国拳手一贯的这种 呃 摇牙硬顶的这种状态了 对 哦 哎呦 什么技术都有 这个太难对付了 伊利亚斯现在有点 收了一点啊 哎呦 直接后手开路 正中边门呐 这个动作伊利亚斯如果再把中心再往前压一点的话 效果可能会更好 但是已经明显的把帕西藤造成位移了 帕西藤你看刚刚这个估紧的动作 你这手刚搭着对方的头 对方脚已经撤进去了 对 太快了 第二局所剩的时间也不多了 这个帕西藤也是没有办法当中的办法呀 对 能让场面看起来好看一点就是尽量好看一点 也只有这样的办法了 对 现在看这个弗莱德 打技术好 对 力量好 速度快 有组合 对 反应快 几乎所有的指标都占优势 对 太快了 打六到七次 帕西藤龙才都还一次 对 帕西藤龙才都还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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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腿 全都有七把转身动作 哇 真的是前面 这个弗莱德有点像 刀枪将冀击 鼓越勾沙边 简着一把长棍 说王拐的流行船 带着来了 对 这帕西藤龙就带了把刀 给我的感觉像 我 在很多年前第一次看到安迪苏瓦的感觉 有点 是的 是的 对对对有这种气质 好 最后一局 太坏了 我觉得伊利亚斯如果是要决定打满三级的话 就保证自己不要受太大的这种肉体上的这种抗伤 对 因为你还要下一轮 当然像 足球的这种选手啊 甚至 对 而且任劲很多 开国选手就edly 任劲 他如果说出现中击以后 他可能如果是起不第一时间起不来的话 这可能确实就绝绝比赛了 对对 呃 顶熙 这个也有 林利亚斯 这种有效的丽续吸法进攻是允许的 对 呃 是体能出现问题了吗 场上有变数啊 这种比赛就好看了 他肯定还要进来继续戏吧 伊利亚克是不是体能出现问题 其实应该不太应该出现这种问题 但他这种打法 但他的前两局很累啊 对 不要出现之前孙志祥那种状态啊 节奏一直很快很好 但是对手的一个很突然的动作 因为像我们这种比赛 任何的可能性都有发生啊 不要侧身给到泰国选手 布莱德要盯住啊 泰国选手最喜欢这种对手侧身给到 对 对 走 布莱德体能了啊是个问题 对 注意啊 走 时间不多还有一分钟 现在的体能不止里支撑布莱德的路上之前连续的一下七八个动作输出了 对 但是尼亚和福田拿到了一个两分的一个重击五秒的优势啊 但是第三局也千万不要这样 虽然最后一秒都可能发生任何的情况 对 我觉得还是体能问题 嗯 这个帕吉特农确实全处理得比较弱好 对 全没法给对方 致命的打击 还是以西为主 他确实刚刚也吃到了西的选口 对 第三局马上结束 这两个人不管是谁晋级啊 对于他们后边的比赛可能 都是很大的考验吧 对 好 所有的十秒钟 好 好 第三局比赛结束 我们这么看伊利亚斯福莱德确实在第三局的时候体能出现了一些问题 对对对 但是比赛很好看 很好看 好 今天这个66公斤级的八强这个比赛太精彩了太精彩了 除了第一组兴当稍微收了一下 我们看第二场到第三场的这个比赛啊 从节奏上场面上都很好看 对 而且我们在这场比赛当中也能看到八强看到这种韧劲啊 对 但是这场比赛到现在也不太好看 虽然伊利亚斯拿到了一个主表啊 这个交给裁判来判吧 对对对 如果说伊利亚斯的体能处备只是这个样子的话 那他如果进去可能也不会有特别好的状态啊 对 对再往后他碰到的对手也都很强啊 对 你看他就在从面部已经有伤了 也经过三局这么拼打 也可能体能上也会有些问题 好 我们来看一下裁判最后的判发结果 本场比赛结果如下 一号裁判 二号裁判 judge number one judge number two 29比27 29 27 三号裁判 四号裁判 五号裁判 一直裁定 judge number three judge number four judge number five 29 28 and your winner by 比赛结果 六号裁判 红方圣子 red corner 三号裁判 二号裁判 二号裁判 三号裁判 二号裁判